你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本來我是想說歷史除想系列 不過怕車又要退一退 因為 剛剛這個星期也有多事情發生 就要簡單說一說 而且有時候如果不說 我的心思不能定下來 專注去說歷史 或者說其他東西 其實除了歷史除想 我可能會有一個很小型的經濟系列會說 說一些經濟相關的 的議題 尤其是會 簡單說一說通脹這類東西是甚麼 還有就是 因此Crypto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何我這麼不喜歡Crypto呢 這麼不認為Crypto可以代替到Fiat currency呢 這跟技不技術沒有關係 Blockchain技術反而很有用 Blockchain技術反而可以完善到整個銀行體系 亦都可以完善到Fiat currency 那一套東西 但是Crypto是不行的 但是Anyway 我們先說回 剛剛這個星期發生的一些時事 以及裡面有甚麼 門路在 當然最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以色列和哈馬斯 終於 有一個停火協議 這個停火協議 第二 看一看國路新聞說起 外面的Blockchain技術是兩家人的 就是埃及和 Carta 即是卡塔爾 埃及就不奇怪 埃及本身因為加沙地帶最初 以色列 在立國沒有來 即是在六日戰爭那段時間 其實跟埃及是爭過這些位 加沙以前 上一集也有提過 穆斯林兄弟會的分佈都曾經在加沙 而哈馬斯就是由這個分佈走出來 即是自己自成一國 亦都因為是在埃及邊境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對於埃及來計 他當然是有利益動機 要保持 和平的 因為如果不是哈馬斯那邊 繼續跟以色列打 打得太厲害 整對巴勒斯坦人難民衝入 衝去加沙和埃及的邊境 也挺嚴重的 所以埃及當然是想調停 Corta就有罪了 卡塔爾 卡塔爾大家都知道 他跟伊朗的關係都相當不錯 但其實 卡塔爾不單跟伊朗關係不錯 在很久之前 我另外有一次有提起 其實卡塔爾跟 歐盟的關係都相當不錯 甚至可以說真正的金主 並不是伊朗 而是歐盟 伊朗沒有那麼大本事 可以做到卡塔爾的金主 反而是歐盟可以做到卡塔爾的軍主 所以如果卡塔爾出來調停 除了有伊朗的手影 相信也有歐盟的手影 也就是說歐盟也出面 歐盟當然不希望加沙地帶 繼續打那麼久 因為他也同樣害怕難民 敘利亞難民已經搞得一窩足 如果加沙地帶搞下去 尤其是以法國的眼光 加沙和南黎巴嫩很近 如果加沙有什麼事 南黎也可能出事 對於法國也受到的影響 相當深 所以也很不過癮 但是在這一大堆東西 其實還有一條線索 我想跟俄羅斯也有些關係 我說過 歐盟 歐盟固然是卡塔爾的其中一個大佬 伊朗就是另一個金主 伊朗後面 當然理論上是俄國和中國 但是在整個以色列和哈馬斯這堂東西 中國就 出面就出得很出 王毅就不斷大聲疾呼 要和談 要什麼 但那些只是限於 吹水的味道 事實上他每次上召喚會 都被美國留了他 雖然他們這個月是論壇主席國 理論上可以設定議題 但問題是美國也有否決權 當然他不是去到決議可以否決 但美國也有辦法 令你開不成 而中國如果純靠聯合國 是做不到什麼 這件事沒有什麼好做 而且中國一向在中東問題上 沒有多少說 反而俄羅斯一向都有 而且他引用以上一次的解決方案 這個已經是 2007年或者2014年的做法 不只是四方會談 美國俄國 歐盟和聯合國 聯合國就算中國在內 有代表的影響力也有限 但人情可以照賣 因為俄羅斯無所謂 我一樣給你機會 你中國發聲 但發聲之後 你也不會有效果 說是那個不是你 你在中東一帶沒有死 但是俄羅斯對於 對於埃及和對於卡塔爾和伊朗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大家不是完全沒有交往 尤其是卡塔爾和伊朗 遊戲管道的利益 大家都在分身 所以相信俄羅斯也過了最弱的一環 因為這一次 他之前說過 在烏冬邊境 陳冰 以及 在疫苗上 已經令到他脫離了最弱的 最容易欺負的時機 已經出來了 這一次 這個燭光敲得漂亮 俄羅斯人我相信背後也有他的滑船之功 而他 對著哈馬斯那邊 不要忘記哈馬斯現在用的火箭武裝 基本都是俄製的武裝 當然現在哈馬斯本身在加沙地帶已經有工廠可以生產 但他們可以生產的是比較短程的火箭 長程的那些還是要買 他們買的通常是由伊朗那邊 找伊朗去買回來 至於怎樣做什麼呢 這個就很有趣 會不會是在敘利亞或者黎巴嫩那邊繞大個圈過去呢 還是由俄羅斯在敘利亞直接散貨給他呢 無論是哪條路都跟俄羅斯有關 所以俄羅斯某程度上 雖然中間可能隔了幾個代理人 其實那些代理人也有存貨 但俄羅斯要按的話也未常按不了 如果真的要按住哈馬斯班人 你不要弄這麼大 或者這些帖子你要等我威風 但是你可以去收贖金 贖金怎麼給你一會兒我會看 也可以很有趣的玩法 但是現在你暫時停 大哥叫你停 雖然哈馬斯不一定是聽俄羅斯之敵 即是說他發動的襲擊不一定是俄羅斯受益 但是如果俄羅斯斷武器供應 無論通過他的黑市或者 武戰術顧問再以後來教你新東西 你也會有問題 所以我相信俄羅斯也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 在這種前提下 以色列也不可能不賣俄羅斯這個帖子 在某程度上美國反而不夠威風 但是拜登也很白 現在拜登也量了他的底牌 明顯是拜登說明 你們這些人 你任何一個阿拉伯地區一定要承認以色列 你不承認以色列就不用談了 即是沒有和平 你一定要承認以色列的存在 而這個明顯是頂住哈馬斯 你哈馬斯一天不肯認 一天也不會有和平 即是說這個停火協議真的是停火 而且相信是很短暫的 不會停得很久 又會再打過 在這裏也可以觀察 美國在外交上的Trumpism without Trump 幾乎整體復辟 除了伊朗核問題 這一邊沒有出聲之外 這一邊沒有中斷談判 但也沒有大進展 至少沒有反面 除了在這個位置之外 其他各國的路數 差不多都已經恢復了Trump的做法 在這裏 哈馬斯爭取了停火時間 一爭取停火時間的目標 俄羅斯就將自己的人員撤離 相信還有歐盟或其他地方 如果留在加沙地帶 都會撤離 非武裝人員 以及 和僑民趕快離開 走完之後 剩下的那些可能會再打過 而哈馬斯亦可以趁這個機會再進入多些貨 或者 趕快催谷他們的工廠 再生產多些軍火 原料就看看有敘利亞 還是哪裏 這些當然要付回大佬面 付回大佬錢 錢亦是很實惠的 而這可能是通過敘利亞去做 敘利亞有相當的俄製武裝 而且借這個機會 俄羅斯 已經開始 幫敘利亞 擔平了 北部的反政府軍 而敘利亞東面的反政府軍 哈馬斯曾經支持過 在上一傳戰爭中 2014年那段時間 所以這一次 左看右看 都是俄羅斯 即是 我想收了影片在裏面 你想我繼續賣嗎 你不要搞搞震 我給你東西 你就繼續同意 認識你的腦袋去煩 我就可以繼續等敘利亞修復東部 如果修復了東部 敘利亞才有辦法繼續 給你武器 那些哈馬斯繼續玩下去 這個是你想好 另外一邊 當然是跟美國佬和歐盟提出 我幫你談的話 你是不是有些東西給我呢 這就體現了美俄峰會 美俄峰會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緊接著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衝突 和停火 在前前後後這段時間有美俄會議 美俄會議一定會有談這件事 而談這件事當然真正的目標 不只是為了這裏 真正的目標當然就是中國 但這裏大家都不會發聲 很明顯這次 美俄會談和美中的會談 大家比較一下 美俄會談的氣氛是好很多 當然 格幕依然是很深的 大家都說得明白 大家願意 agree to disagree 說得明白我們大家有分歧 但大家仍然是可以發展關係的 所以跟中國 談判的時候 楊潔篪走來表演 結果迫到 布林肯要 大家一起玩表演 是完全兩種格局 你說會不會表面和而實際 實際利益矛盾 無論是美俄美中也有 但是雙方都會 發放一種氣氛 而重點並不是談了什麼 而是氣氛是什麼 美中 自從那次會談之後 氣氛一直轉壞 而美國明顯地一直說話 氣氛都很差 而到了美俄 你看著他們正在和緩 而且美國有些實質的事情做了 就是把North Stream 2的制裁減輕了 這個是對俄羅斯的示好 同時也是 跟歐盟示好的某程度上 對於歐盟來說 我上次提過 天然氣道那件事 到底有沒有能放生呢 這件事果然真的要放生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俄羅斯固然是有壓力 但其實歐盟也有壓力 你要轉為環保能源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要需要時間 如果你一口氣要搞這麼大工程的話 原材料的上漲 一定會最終反映到下去下游的價格 而現在歐洲的經濟 這樣 如果再加上通脹 特別是以德國眼光看 德國人特別怕通脹 尤其是惡性通脹 因為他們有恐怖記憶 所以如果能夠安保 一個穩定的能源來源 起碼購入時間 讓他們慢慢轉向環保能源 而且 North Stream2提供天然氣 天然氣不是用來發電的 其實很多時候是用冬天來燒 即是用來煲水 然後水暖系統 令到冬天 他們可以沒那麼冷 這一部分 你沒辦法靠電來取代 而且用電也未必是 環保的 如果你要用電去發 即是要用發電的方式 用電熱的方式 去做到水暖的那種效果 其實損耗的功率相當大 即是你要發熱線 全部都是 不是用天然氣 而天然氣的爆炸的能量 當中製造到的污染 或者炭排放 是未必會 即是 主要應該都還會小 起碼以現在來計 是會小過利用發電的方式去取聯 尤其是如果全國家都用發電 而不用 Gas的話 都是相當之大鑊的 這個 就是 對歐盟也是一種示好 即是 美國和歐盟等於刁賣 好了 我現在放一放生 等德國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不單是德國 整個歐盟冬天不用怕 俄羅斯也得到 要得到的東西 就是我可以買回天然氣 Lostream 2可以繼續上馬 這樣 這樣做法 於是俄羅斯回生 而歐盟也得到 要得到的東西 如果在美國的主持下 歐盟和俄羅斯有回歸談的話 而俄羅斯又在烏東邊境不再去壓迫的話 對於歐盟也是一種安全保證 而這件事也是多謝美國的 可以某程度上 美國也至少肯出面滑船 還有拜登不再 拿俄羅斯當作 最大的敵人來打 而是反而有計談的話 歐洲也沒有說不行 對於歐盟來計 俄羅斯當然是一個威脅 但如果能夠將他的威脅減低 或者變成一種可以有計談的格局 歐盟也不會不歡迎 歐盟不是勢要滅了俄羅斯 對於歐盟來計 俄羅斯其實是一個有愛有幸的地方 如果俄羅斯太弱的話 土耳其那班人一發起威上來 對於歐盟也是另一種惡夢 尤其是土耳其已經不太聽話 在土耳其 在亞塞拜金那段事件 已經震驚到歐盟 一旦土耳其有能力恢復到 歐盟曼土耳其帝國 整個東歐都腳陣 這件事他們沒有人願意 俄羅斯畢竟是一個現世國家 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國家 無論普京用什麼手段去管治都好 他的著眼是一些很實際的利益 以及他自己政權的穩固 他不是搞神權式的事 但埃爾多安越走越民粹 還越走越伊斯蘭 把土耳其 偏離了他們原本的現世國家的味道 而是向著一種宗教國家的意味進發 如果宗教 宗教和民粹結合起來 比你純粹民粹 那一刻那些人發動起來 是盲目好多 當然不希望土耳其有任何的動作 所以俄羅斯也不能太弱 所以當然要令俄羅斯 要翻山 只要俄羅斯不要太強 和俄羅斯肯定規矩 所以美俄這一點 也顯示到美俄有了默契 很明顯就是要開始針對中國 所以俄羅斯也會出來 幫他談判 因為如果中東真的繼續大亂的話 美國要分一部分精神 入了中東 對於中國就牽制力不夠 即是說這一次俄羅斯要去敲燭 即是 這個燭光燒成了之後 就開始在伊朗會不會施壓呢 伊朗會不會有一定的突破 或者沒有突破也沒關係 沒有突破的話 但是令到伊朗 發威極有限 看著來做事 就不是說 可以真的繼續搞大鑊 這就要看俄羅斯會怎樣做 但俄羅斯當然也不會令中國太差 但他也不想中國太好 至少在這一刻來 你看到 俄羅斯突然在北極說得那麼大聲 北極是我的 不讓任何人染指 表面上是針對美國和加拿大 但其實 習近平 習近平也能針對中國 因為中國現在已經在說北極絲綢之路 北極的一帶一路 他們也在說 我們是近北極國家 我要搞北極絲綢之路 俄羅斯心想 所以俄羅斯拉夫羅夫說得那麼大聲 這一下明顯是按住中國 而可以看到中國這陣子 表面上在聯合國 王毅有很多表演 但實際上 毫無寸進 他鼓勵他用任何意識的東西 似乎動不了什麼 亦反而回到更多小弟國家 好像不太理睬他 他不太理睬他 他不太理睬他 除了美國和歐盟的壓力之外 會不會俄羅斯暗中也開始有壓力 這是通過美俄峰會 大家已經有了 共同理解 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要對付的中國 而不是俄國 亦都看著這種氣氛 他們雙方說 我們願意為拜登和 普京的見面鋪路 相信可能會有些峰迴路轉的東西出現 也不奇怪 大家說好數的話 劃分好勢力範圍 大家 大家的目光集中著中國 這就是這段時間的事情逆轉 等一等 剛剛聽完電話 繼續下去 這上面說起整個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情況 一直牽扯到俄羅斯和美國 他們最終的目標 現在似乎都是向著中國 另外一方面 值得說一說的就是中國這邊 在這麼孤立的環境下 中國 習近平 我們偉大的主席 會不會因為 而受到壓力 會政治不穩呢 一般坊間評論看法就認為會 甚至認為現在劉鶴 兒子開始被人爆他 有問題 順便燒了劉鶴 也看到劉鶴最近沒什麼陪習近平到處出巡 反而 他本來全權貿易談判代表的地位都沒有 就給了胡春華 胡春華一向都被視為團派大將 陳幾何時甚至被視為處軍 各個地方都想著 這些應該是習近平和團派的妥協 會不會內部鬥爭很激烈呢 但這件事我有一點點不同的看法 共產黨的情況 不是我們用一般的想法去想通它的邏輯 共產黨由第一天 無論是蘇共中共 還是全世界各種共產黨 都是以少數派的姿態上提 他們的壯大是由不好到有這樣壯大 由少到多壯大 對他們來說甚至可以說 在孤立情況的時間往往壯大得最快 因為他們是 被壓迫的人的代言人 出現的這個姿態 而這些人一般是少數 或者社會上就算是多數都好 他們的聲音是少數 所以以這樣的情況計 實際上越受壓迫越受圍困 他們的生存能力反而越強 尤其是我相信共產黨裏面 現在有一種 黨還可以繼續玩下去的危機 而這個危機已經超越了 是不是純粹換了習主席那一派就可以 內部可能會有人這樣看 但現在外部的壓力如果大到一個地步 你看到無論說任何東西 都沒辦法令西方可以放生 而這個原因當然是因為 主席拿著絕對的決定權 拿著輿論權 因為拿著這兩樣東西 其實去到底你什麼樣步都做不到 西方沒有可能依你的條件 什麼樣步都沒有 你沒有可能西方就這樣放棄 既然什麼樣步都沒有 你內部那班人其實是證明不了的 很多事情都不能說 我們去談談完放生就沒事了 然後拿這個政績來壓回主席 一切都變成沒辦法確定 他們反而陷入一種危機感 就是怕 再這樣下去亡了 而現在大家不暫時團結在一起 就抵抗不了外部那麼強大的壓力 所以 你說不是 那些精英很多都不配合 很多都是消極不配合 但很多都是限於精英 而且那些精英都是對外見過世面 或者是淺的精英 但是在中國錢是不值錢的 最值錢的權力 而權力的來源並不是靠錢 反而是靠 除了公檢法之外 公檢法是硬的一手 軟的一手就是宣傳 能不能夠宣傳到那些人信 而要信的那些我不是要你上海 深圳 廣州這些大城市居民 他不要 他不需要你這班人信 這班人是賺錢負責養我們 他要信的是那些農村裏面 那些 仍然不見過世面的人 只要那些基層人是大多數就可以了 他就持有這班人的民意 而盡量去醜化 各路持有錢的人 所以有空要整頓他們 在國內的體制之下 你不壟斷根本是找不到水 你的壟斷其實都是國家受益的 亦是跟國家在分裝 但是在這一刻國家就說你太過份了 我雖然受益給你 但是你不跟我設定的指標去做 你太過份了 所以我現在有權 來懲罰你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不認為主席的權力有任何的鬆動 其實反而是加固了 在黨裏面 不敢出那麼多聲 因為現在 一有什麼意見 就會一句生死存亡 常常在大石紮死在紮住就不讓你出聲 這是一 二就是 實際上 例如 找胡春華做貿易談判代表 如果我是胡春華 我就怕到腳都會震了 最好是不知道為什麼身體有病 就遲了他就算了 其實你可能不可以遲 國家要你做 不可以讓你不做 你只是希望零零勝勝 總之又不是有結果又不是沒有結果 總之拖下又好像是 又好像不是唯有是這樣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個貿易談判由頭到頭最終拿起的 當然是偉大的主席本人 最終讓不讓都是他作主 胡春華在那裏做就只是做了一個 揹鑊的人 本來就是劉鶴揹鑊 因為劉鶴負責去談 談得好 談得不好 主席的反對派都可以攻擊他 但如果是胡春華走去做的話 你到時團派攻擊他還是不攻擊他 但明知一定沒有成果 這個不是被他立功 根本就是害他 根本就是 因為大旗那一邊一定 美國有這麼緊握 因為美國也有他的民意要搞定 民主黨難道想不選嗎 如果是的話 一定爭壞 一爭壞的話 你就算被胡春華上 又有什麼用呢 怎麼可能扭轉乾坤呢 除非主席肯讓 但是主席不可能讓 現在共產黨的危機之中 然後就把指令扎了下來 扎了指標進去胡春華 每個人都這麼看好你 你有什麼奇妓可以幫我們 贏到老美一仗呢 我現在是給你掛稅 我真的很欣賞你 你表現給我們看看 到時 贏又死不贏又死 而且贏的第一不可能 因為到你 談判談判真是被你有什麼奇妓拿到 主席最終一個位置說 No 不行 他有另一種方向幫你弄壞他 你一樣死 到最後一定沒有功勞 鑊氣之後只有什麼 但是這樣 胡春華 現在已經是2021年 如果這壇事一直死拖懶拖 然後中間一直惡化氣氛 怕且到2022年要開二十大之前也不會有結果 甚至只有惡果 如果只要制裁越來越厲害的話 胡春華就是吃硬的 但是又不能你不吃 就算大家明硬人都知道是什麼事 我看到很多人都看到 但是拿到上台了嗎 誰先掌握宣傳 你說除非中宣部有大換血 而換了血全部都不是皇上的人 或是黨校那邊都是 如果黨校有大換血 而那些人又不是主席的人 那你就可以說主席有權力不穩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找胡春華過去的話 老實說胡春華繼續硬吃 絕對是沒有好處 所以在這個角度看 主席不單是權力沒有鬆 實際上主席的權力相當穩固 但是就可以欺負一些 黨內 黨內不會不懂得看 但是會有一些很傻眼 已經被他壓到沒有空間 就叫做迫反 就算 胡春華有多少權力 他們都會勸勸 想盡辦法希望胡春華動 因為他們自己沒有空間 這叫做迫反 一迫反了之後 就名正言順做他們的世界 這樣就可以更加穩固 2020年就更加過眼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也可以令到 暫時不用做軍事冒險 因為如果軍事冒險打台灣 我也是那句 整天 整當然是威風 但是不整 那又怎樣 而且不整的機會 不是小 你任何行動 你不可能 只是想著他一定會開軍事冒險 與其軍事冒險 不如 將對手令他制旗 更簡單 因為你要消滅的那個並不是 台灣 台灣可以等到他後面慢慢來統一 來日方長 只要站穩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要站穩一會 站穩的話 立他蓋世軍功 當然是清晰 但是不容易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消滅你自己的對手 而消滅你自己的對手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給他什麼 讓他把一些 現在他面對的難題全部拋給他的反對派 你這麼厲害 你說到什麼 好啊好啊我給你做 你做給我看 那你又不能說了 因為人事權在他身上 結果就是如果胡春華做不到 那到時你又不要打算進去做常委 是不是 繼續 但是繼續讓你做中央委員 都算是這樣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你還想怎樣 你想做常委哪有那麼容易 那就搞定 所以我認為 形勢範圍就是有些詭異 詭異就是 中國現在他們當然明白 沒有傻人的 這班人 人人都知道現在是受到超大的壓力 但是在這種超大的壓力之下 反而可以借這個機會 去團結他裏面要團結的人 那個團結並不是因為大家有共同信念 大家都怕以後沒得搞 整個共產黨字頭沒了就沒得搞 那特權從哪裡來呢 如果沒有的話就不行 所以唯有大家 不是為我一個人 是為你自己 要去奮鬥這一刻 然後就把 反對派的人 最眼中釘我幾個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就讓他去對外 然後明知對外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就讓他把蝦都拆掉 然後到二十大傾 無功無辱 無功勞 你想做什麼常委 十字連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不讓你做 做個中央候補委員就算了 會替你下來 或者給老人委 但一給了老人委 然後就立即開始徹查你 我覺得會是 這樣的機會更加大 那 好啦 今天的分析大概說了這麼多 那 歡迎大家留言、LIKE、SHARE 以及訂閱 遲些再去分析其他東西 以及看看什麼時候恢復 我想應該下個禮拜都可以了 歷史上我可以說斯巴達、 雅典和波斯的邏輯 但那個將會是一個半小時的 我猜要 因為你要分 要三個 古代國家的邏輯 都要說20分鐘 加10分鐘的連接間長 我猜過半小時就走不掉 到時候辛苦大家了 好 先說到這裡 Thank you Bye Bye by bwd6